当地时间4号 一架小型飞机未经批准 闯入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进飞区 美国军方紧急出动战机拦截 战机加速时 在华盛顿地区上空产生音爆 发出巨大声响 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声明 一架塞斯纳飞机 4号从田纳西州伊丽莎白顿市起飞 原定飞往纽约长岛 然而这架飞机 并没有按照计划轨迹飞行 而是在长岛上空掉头 并在华盛顿特区上空直线下降 北美防空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 在联邦航空局的协调下 防空司令部派出F16战机 对这架飞机进行拦截 战机在拦截过程中 以超音速飞行 由此产生音爆 引发当地居民恐慌 防空司令部称 这架飞机随后在弗吉尼亚州 一处山区坠毁 但并非是被军方战机击落 防空司令部称 军方试图与该飞机飞行员取得联系 并使用了照明弹 试图引起飞行员的注意 但飞行员在坠毁前一直没有反应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架塞斯纳飞机共搭载4人 事发时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坠毁前超出计划目的地 大约500公里 坠毁原因不明 弗吉尼亚州警方表示 截至4号晚 当地警方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将联合调查这起事件 此外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表示 这一事件对总统拜登4号的行动 没有影响 白宫官员还称 拜登听取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简报 期待有关这个简报 样不明打的 championship ann同一事件